8月5日的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8月5日 斬眼 斬眼就已經到了星期三了 時間過得很快 這段時間 不斷地說了很多政治和國際的政治新聞 大家可能 會有點飽也不頂 不過生活始終是離不開政治的 就算你是想說娛樂 你覺得你是明星 一樣是逃離不了這個政治的風波 這一節要說的 就是明星的新聞 這一節要說的男主角就是吳振宇 事源吳振宇 就是 在一個 國內做直播 說錯話 一說錯話就立即激怒了大量的 中國內地玻璃心網民 原來吳振宇上個月 就是回到內地 拍攝了這個 綜藝節目 因為 香港人現在回到大陸 大陸就當你香港是疫區來的 這件事真的很荒謬 香港的感染數字 比大陸那個真正的感染數字 是低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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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多 但是因為大陸的官方宣傳 你香港就是一個疫區 而大陸 上面的 說法就說已經沒事了 叫群眾可以上班 不用戴口罩 因為怕它拖垮 那個經濟 人命不重要的 基本上 上面大陸就是覺得人命不重要 寧願你們是 感染死亡 他也不會去 告訴你 上面的人需要 面對疫症 所以呢 香港人上大陸 現在他就是要說你在疫區 所以你要隔離14天 結果吳振宇上去大陸 拍攝節目 結果 就要困著14天在這裡做隔離 這段時間就沒事做 所以就是上網 做直播 跟他的國內fans聊天 說 在裡面就會收到紅包 收到紅包就會拿來做公益用途 他也說自己可能會再 捐錢 誰知道吳振宇 就是在節目裏面 他說錯甚麼說話呢 他不僅不是說錯過往的 明星會說錯的話 例如叫香港人 去投票 又或者 說我們香港人 他也沒有說這句 他說錯了甚麼呢 他說李門中國 國內網民一聽到 聽到李門中國已經相當之不滿了 立即留言 不是我們中國嗎 文號文號 叫我們中國 炸門中國吧 這班 玻璃心的網民怎麼說呢 他就說這一句說話 帶有一個主觀的意思 側面就表明了 吳振宇心目中 自己不是中國人 或者說 某地不是中國的 一句李門中國 就演變成 吳振宇心目中 他不是中國人 或者 某地不是中國的 例如香港 說話 原來網民在直播的時候 已經有留言 提醒吳振宇 做直播的時候 太過投入了 沒有看過checkroom 沒有看到這些說法 結果 第二天才發現那個直播 出了問題 重新 出來 再做直播 強烈澄清 堅持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立場 更加 自己 爸爸和兒子 都是一個非常愛國的中國人 希望可以 彌補這個玻璃心 碎裂 的時候造成的創傷 其實是一件那麼簡單的事 大陸的 玻璃心網民 一樣可以將你轉化 成為一個 主觀的Test 基本上是主觀的Test 基本上是 他覺得你是這樣想 就是這樣想 當然啦 對於明星來說 粉絲可能是最大的 但是你吳振宇 作為一個香港拍劇 拍了那麼久的演員 其實 其實不斷就是填共的 其實一句都說了 吳振宇 其實吳振宇做很多戲都很有名 我們比較有印象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看的 有無線劇劇 卡拉屋企 一個很長很長的劇 整天都有吳振宇出來做搞笑角色 如果說電影呢 我想最令人記得就是 吳振宇做反派角色 做古惑仔裏面的 做黑社會大佬 再到了近年 拍這個TVB劇 拍這個 衝上雲燒 做機師 這個也很受 人們歡迎 所以 就開始紅了 另外如果說電影 最近年 在19年的時候有部電影 很多人都說應該要看的 是港產片來的 叫做逆流大叔 好像是說一班 失業的中年人 要因為 去撐龍舟 讓他重新 燃起人生的鬥志 這部電影很多人說是值得看的 但是當我想去 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是沒有看的 看看一些簡介 也有朋友給我推介 說龍舟訓練 本來 那個男主角 那個男主角就叫阿龍 吳振宇飾演 本來對那個訓練有很消極的態度 也經常打算推出 誰知道 練練練 這一班男人坐在龍舟上面 緊握著龍舟掌和擊鼓 竟然重拾了人生 久違的衝勁 重新燃起鬥志 勇敢面對自己人生裏面的挑戰 看到這部電影的介紹 我不得不 說一句 我是不會看的 這部電影因為是吳振宇做男主角 吳振宇是最沒有資格 去做一套這樣的戲 因為你是貼共的 香港人現在面對的是甚麼困境 我告訴你 本來香港很多人 面對香港的政治不公平 面對香港貧富懸殊 面對你 中共和北京一國一制的壓迫 就是以一個 好像這個簡介 以一個消極的態度去面對的 本來 也是希望可能是退出這個 人生的社會舞台 不想跟你再競爭了 你們喜歡買樓 研究上車 研究每一天 研究怎樣舔共 不要阻礙人發達 經常說不要拉布啦 不要阻礙你們高速經濟發展 是不是 猜不到香港人 不是因為爬龍舟 是因為 面對著跟你對抗 因為你的送中條例走出來 出來反對你的送中條例 出來反對你香港政府 甚至乎北京政府 竟然重拾了人生久違的憧憬 用回這個簡介的內容來說 從然鬥志 勇敢地面對現在我們香港人面對的 挑戰 這個是一個死亡挑戰 爬龍舟 是不是 為什麼看這些電影 原本 會消極 會變成好像有鬥志 原本我也打算看的 但是你看看你吳鎮宇說什麼 是不是 一句你們中國 你的心底裏也知道 自己是香港人 跟他們不相同 最低限度 地方也有分別 你不是出來澄清 自己那裏叫香港 你們那裏叫中國 而是出來 緊急澄清自己是中國人 又說自己怎樣愛國 你死吧 你快點死吧 香港人面對甚麼困境 每一天 有人墮樓的人 而不是墮樓的人被人扔下樓的 吳鎮宇 拍戲 愛國 愛你老母嗎 愛國 你死吧 這節說到這裏了 拜拜 拜拜